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北京市已批准烟花爆竹定点销售点2116个 其中五环路以内585个 8个城市区还设立了16个24小时销售点 在一些销售网点记者看到 工作人员在忙着介绍产品的同时 还当起了安全燃放宣传员 许多市民也表示 虽然今年是现放烟花爆竹的第一年 但是大家关心的焦点还是要文明安全地燃放 让自己和家人平平安安地过个年 进放区的地方咱就别在进放的地方放 你像什么锅楼房 什么加油站 安安全年都放炮上 平平安安 全民业的贯彻独立自主自办原则 切实抵御境外利用教进行的各种渗透 要大力加强爱国宗教团体的自身建设 增强影响力和凝聚力 提高联系宗教团体防粮和纽带作用 贾清林最后强调 各宗教团体也有作为提到 一时日时抓强对于宗道德人品等方面的教育 有较高的威信 爱国爱教与党和政府团结合作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梁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傅铁山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等出席了座谈会 本台消息 国务院近日发布 9件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新华社22号起授权 陆续摘要播发这9件专项应急预案文本 9件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是 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国家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预案 国家处置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预案 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 国家处置城市地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国家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 国家核应急预案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国家通信保障应急预案 编制这9件专项预案是为了规范事故灾难类 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 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春节即将到来 各地纷纷采取措施 帮助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送上节日温暖 今天一大早 重庆野津村社区的彭建民就被搬家忙活着 几十年来 彭建民一家和兄弟姐妹及老父亲共9口人 一直挤在面积不足40平方米的屋子里 今天他家搬进了区政府建造的连租房小区 2005年 重庆市投入5000万元修建连租房 解决了1300户双困户的住房困难 这两天 江西省福州市的200名无依无靠 无劳动能力 无经济来源的老人也洗天新居 住进了社会福利中心 春节前 山东省宜原县东沙沟村村民 喝上了甘甜的纯净水 过去 东沙沟村村民喝的是 亚硝酸盐含量偏高的井水 伊源县通过农村纯净水建设工程 帮助村民打了两眼深井 配备纯净水设备 使全村500户村民像城里人一样 喝上了卫生甘甜的纯净水 农农时节天寒地冻 但是有爱就有温暖 青岛 长春 郑州 长沙等地的民政部门 为贫困户送来了棉衣棉被 河北辽宁的交通部门 为农民工组织专列专车 送农民工返乡 天津广西组织医疗队 为孤寡老人喝得社会本地 春节即将到来 各地纷纷采取措施 帮助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送上节日温暖 今天一大早 重庆野津村社区的彭建民 就为搬家忙活着 几十年来 彭建民一家和兄弟姐妹 及老父亲共九口人 一直挤在面积不足40平方米的屋子里 今天他家搬进了 区政府建造的连租房小区 2005年 重庆市投入5000万元修建连租房 解决了1300户双困户的住房困难 这两天 江西省福州市的200名 无依无靠 无劳动能力 无经济来源的老人 也洗钱新居 住进了社会福利中心 春节前 山东省宜元县东沙沟村村民 喝上了甘甜的纯净水 过去 东沙沟村村民喝的是 亚硝酸盐含量偏高的井水 宜元县通过农村纯净水建设工程 帮助村民打了两眼深井 配备纯净水设备 使全村500户村民像城里人一样 喝上了卫生甘甜的纯净水 隆东时节天寒地冻 但是有爱就有温暖 青岛 长春 郑州 长沙等地的民政部门 为贫困户送来了免衣免被 河北辽宁的交通部门 为农民工组织专列专车 送农民工返乡 天津广西组织医疗队 为孤寡老人和特困家庭开展议诊 宁夏平洛县拿出60多万元 给650户城乡特困户免费赠送电视机 黑龙江哈尔滨启动了慈善超市 特困户低保护 不用花一分钱 就可以来这里领取生活用品 办理年货 一场专门为在京工作的农民工举行的慰问演出 今天在北京举行 来自全总文工团的演员们 用自己精彩的节目 为农民工朋友奉献了一份节日文化大餐 好日子 打工摇 明天看灿烂等一首首欢快轻松的歌曲 让近签名来自奥运场馆和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工具的农民工代表 感受着家的温暖 小品有困难找工会 拉近了农民工与工会的距离 现场不断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整场演出始终洋溢着欢快祥和的节日气氛 演出开始前 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农民工代表赠送了节日礼品 表示亲切慰问 进入春运第九天 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铁路发送旅客都创历史新高 节前北京至成都南昌长沙兰州等地的直达旅客列车车票 已经基本售完 在广州 27号之前除了去往武昌长沙方向的列车 还有少量站票外 其他各次列车车票已经售完 受前两天河南大雪 龙海线多趟列车晚点的影响 上海铁路部门已经停止发售1月29号前 上海至西宁 成都 郑州 西安等方向的列车车票 目前从上海始发前往北京 南京 杭州方向的列车 还能买到软硬座车票 针对客票紧张状况 铁道部正在调集运力 计划在热点城市间增开500多列林克 今天广州铁路警方把从票贩子手中收缴的3000多张火车票 送到了东莞农民工手中 随着春节的临近 民航客票也逐渐紧俏 广州 深圳至合肥 武汉 长沙等航线 春节前只有早晨和晚上的航班还有少量余票 长春 大连 武汉 西安等地的金出港航班机票 目前买不到折扣票 今天 全国公路客运共投放客车70多万辆 河南 安徽 北京等地车票相对紧张 湖南 广东 辽宁等地车票相对宽松 可以随到随走 往来于广东和海南的穷州海峡水陆客运 今天迎来了春运第一个客流高峰 港行部门调集50多艘客船和客滚船 增开了20多个班次 在两地间运送旅客和过往车辆 另外 本台新闻频道将从明天起 连续5天推出春运特别节目 直击春运 对节前春运高峰的客票客流情况 安全出行 文明出行 及台商包机等热点进行全方位报道 播出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至11点 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春节期间 动物产品消费安全 农业部出台措施 加强春节前后轻流感防控工作 这些措施是按照科学免疫程序 进一步强化轻流感免疫工作 其中特别强调 春节期间增加人员 24小时值班 保证信息畅通 做好应对突发疫情的各项准备工作 狠抓边境地区 发生过疫情地区 养殖密集区 水网密集区的疫情监测 特别要加强对发生过疫情地区 流鸟的监测等 中央巡回检查组和中央督导组 在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中 坚持以中央精神指导巡回检查和督导工作 积极促进先进性教育活动 扎实开展 春节前夕 北京市鼎风茂雪 与各级党组织充分沟通 交换意见 积极部署开展春节期间三下乡活动 眼下正值外出打工农村党员返乡 中央第四巡回检查组 在江苏连云港扬州等地 与现象两级党委负责同志 反复商量教育方案 对未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返乡党员进行补课 在福建三明市永安市 中央第五巡回检查组 走村入户访评问苦 详细了解基层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精神 先进行教育活动富有特色的好经验 在湖南广西 中央第六巡回检查组 重点检查了春节前后 先进行教育活动的学习安排和文化活动情况 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 把教育活动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强大推动力量 把新农村建设作为检查教育活动成效的重要指标 中央第七巡回检查组 连日来奔赴重庆北备区八南区等地 要求农村各级党组织把群众提出的意见进行归纳梳理 有针对性的分析原因 定出整改措施 巩固扩大第一第二批先进行教育活动取得的成果 在宁夏 中央第八巡回检查组 认真了解广大农村党员的思想状况和学习效果 在农村走访调研的同时 还积极开展送温暖心爱心活动 负责六家中央机关和部门的两个中央督导组 通过座谈会个别交谈和工作沟通 引导大家深刻认识确保党和国家机关部门的先进行教育活动取得时效 意义重大 不读活动今天正式启动 由政府出版机构和社会各界出资购买捐助的首批价值2500万元的30万册图书 30万张光盘已经免费送到河北贵州两省的15000所贫困农村小学 这些内容涉及唐诗送词中国历史的读物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 活动计划用五年时间覆盖全国十个省市区的贫困地区农村小学 并使这一活动常态化 由中央国家机关公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昨天晚上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了2006年的第一场讲座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是2002年开始创办的 已举办讲座59场 内容涉及历史文化以及国内外重要的社会热点问题 听讲的部级领导超过1万人次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政治和军事干部中 廖前五被称为杰出的人物之一 曾受到周恩来的赞扬 廖前五1886年生于陕西平利 1922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廖前五参与领导金汉铁路工人二七大把工 1926年廖前五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赛部参加北伐战争 转战湘厄干狱等省 参与指挥攻战平江 青四桥 贺胜桥 武昌 马徽岭 九江等战斗 第四军在北伐战争中争成万里 能攻善战 所向披靡 与廖前五领导的政治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1927年廖前五参加了南昌起义 协助叶廷指挥作战 并在南下途中和周一群共同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下廖前五在任中共湖南省委 军委书记时不幸被捕 敌人惧怕于他的威望和声誉 不敢公开审讯 于同年9月3日将廖前五秘密杀害 下面请开一组简讯 大洋一号考察船今天回到出发地青岛 我国首次环球大洋科学考察任务胜利完成 大洋一号形成43000海里 历时297天 获取了深海热液流化物等丰硕的科考成果 截至到2005年12月底 我国通信业务收入完成6373.7亿元 比上年增长11.3% 电话用户总数达到7.4亿户 其中固定电话平均每百人27步 移动电话平均每百人30.3步 互联网宽带用户达到3750.4万户 大洋和公司 満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